首先认识角质层 我们所说的角质层是皮肤表皮层的最外层是由数层角块细胞组成 它有角蛋白它能抵抗摩擦防止液体外肾和化学物质类清 由于部位不同气候度差异甚大 比如眼瞼额部腹部肘窝等部位较薄 长脂部位最厚 角质是怎样产生的呢 表皮细胞由表皮的最深处肌底层产生 一层层地往外推 到了表皮的最外层角质层变生命结束 变成皮屑自然破落 平常28天而已在周期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周期会自然延长 如果过多老死细胞不致肠脱离 无法让双层一新生命纤绿感的新死细胞扣出来 皮肤就会显然按钮粗糙去发生气 这个时候